在那个时候有人调侃泰森是穿着裤衩的印钞机 强大的他在擂台上所向披靡 正是因为他强大的号召力 吸引了无数人前来观看泰森的比赛 巨大的收入也让泰森的弱点加速扩大 那就是女人 可谓是泰森一生中最大的败笔 让他从巅峰掉落到深渊 黑暗从那天开始 泰森被一个黑人姑娘指控 因为没有强力的证据证明他是清白的 所以法官判泰森犯了强奸罪 愤怒的泰森大声吼道 我从没有强奸过他我是被陷害的 可惜泰森最后还是入狱了 内心满满怨恨的泰森 不满监狱里的生活 于是花了重金在监狱里过上了自在的生活 因为那个时代的美国法律体系并不健全 所以让泰森在监狱的生活并不枯燥 甚至创造了自己的法则 出狱后的泰森比赛暴冷 泰森太过于放纵自己 使得身体受到了影响 他的职业生涯彻底结束了 现在的泰森已经退役 希望泰森能好好享受退役后的生活